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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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樣了 十五歲就開始吃素 他說素食不僅健康 更是潮流的象徵, 未來的趨勢 好豐富 看得多漂亮 很美味 每天堅持做運動 外表和身景都保持年輕狀態 我們今天做腰果醬 給米子卷一起吃 懂得吃, 又懂得動 這就是養生之道 養生必然跟我們的生活 和飲食習慣有關 一個以純素食和行常運動的習慣 不僅使我的身體感到無比的能量 和健康 更是一個很有效的養生補健康 好看 他們的自然 是適當素食 和幸福 同樣適當素食 Grace已经起床 准备子女和老公的早餐和午餐 Grace一家四口都是纯素食者 早餐是生果和蔬菜打的果露 早上吃生冷东西 有些人觉得是否好 我们早上不会喝一杯冷东西 因为打完后会失温的温度 不会觉得不舒服 反而觉得个人很轻 又怕不够饱 但又会很饱 你想想这里 我整起也觉得很重 这里像榜菜 这里有很多水果 想想你自己如果这样 不要再打 只要这样吃的话 就真的很饱 做完早餐 Grace就预备午餐和小食 让老公和两个子女带上班上学 因为是吃纯素 会考虑够不够营养 又想有新鲜感 天天都不同 所以Grace经常要花心思 在食物配搭方面 这些小食是焗饺子 饺子是自己包的 护士冬菇玄西饺 而午餐就是墨西哥卷 这个是鹰嘴豆酱 是自己做的 是自己做的 很丰富蛋白质 我放一些秋葵 我会加一些刨的红萝卜丝 让它们有新鲜食物的元素 放在里面 这个是烹饪 我将它打了一点碎 会很香 还有加多一些营养的成分 在里面 可以出来喝东西了 麻烦 在这里加多一点 加多一点 好 四十四岁的Grace是言语治疗师 子女出生之后 专做自由工作者 个别同人做言语治疗 每天早上送完老公子女上班上学 她就会争取时间做运动 才会做半个小时至四十五分钟的 户外带氧运动 例如游泳、踩单车或跑步 做完带氧运动 她就会去上瑜伽堂 或在家自己做大约一小时的瑜伽 伸展肌肉和筋腱 很多人都说 我没有时间做运动 我说我都没有时间 我自己也是一个妈妈 我自己也有一份兼职业 我都要去煮饭 还要照顾小朋友 又要教功课 时间是自己去找出来的 你想自己健康 想自己活得舒服 你必须要抽这个时间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运动是对自己身体的责任 你想维持一个健康 你想维持一个好的身形 你必须要花这个时间 Grace午餐通常吃水果 再加点果仁或种子 她说现代人倾向吃得过多 近年她就学习吃少一点 一个星期还会有一天断食 即是不吃东西 只是饮水 或者没有热量的流质饮品 让腸胃休息一下 又可以清理身体的废物和毒素 我曾经试过 一开始就试三天的断食 三天啊 第三天的时候 我还有东西排出来 但三天我都没有吃过东西 那你觉得身体 原来收藏了很多脏脏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原来断食是一种很好的练习 给身体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休息 以及真真正正 去排走一些你不需要的东西 酥食又称为疏食 即是不吃飞瓶、酒瘦、海鲜等的动物 只是吃午谷、蔬菜和水果等等的植物 而纯酥食就是不单不吃动物 连包括蛋类、奶製品在内 任何和动物有关的食品都不吃 过去 香港人均食肉量为观全球 不过根据去年一个有关 港人酥食习惯的调查 发现香港蛋胜素食者 即是每星期食素一次 或者大概一半时间食素的人口 和纯素人口 由前年的24%上升至34% 即是全香港有超过250万人 有素食的习惯 也都显示港人对素食的接受程度 越来越高 Grayce自小就跟父母去佛堂听道 15岁那年 有一次听到港师说素食 说人类的结构和消化系统 都很适合吃素 之后又展示一些保护生命的画册 看到一幅画 有一个农夫在三只小羊中间 拉走了一只母羊 三只小羊不停地叫妈妈不要走 Grayce说 当时自己很触动 感觉到原来 动物的世界里面 他们也有父母 动物的世界里面 也有自己的子女 我自己也不希望自己的妈妈 被人拉了去吃 为何我自己要吃别人的父母 或者吃别人的子女 一切都是归回于心 当你有这个同理心的时候 大家都不希望你吃我我吃你 那时决定了就要开始吃素 就要做 小时候也有听很多伯母说 你这么小时候吃菜不行的 没有营养 但一直从青春期到结婚怀孕 餵全母鱼 现在我自己又做其他不同的运动 我完全可以证实得到自己的经验 是一点都不会有什么缺乏营养 或者不够体力 Grace最初开始吃素 也有吃蛋和饮奶 不过半年前 看到一本杂志的文章 说到一些农夫 只是用A4子这么大面积的农 致养生鸡蛋的鸡 为了要鸡不要生病 和不断生蛋 就会打十几支 包括抗生素、激素的针 进去鸡上 Grace说看完之后 决定不吃蛋、不喝奶 做纯素吃者 我心里想 第一 那些鸡要受那么多苦 因为你们要吃它的鸡蛋 第二 那个环境 它生出来的鸡蛋 是否真的那么健康呢 因为我记得我自己托嬷的时候 我真的一粒药都不吃 一支针都不打 因为我就是要很保护我这个嬷 但是你打那么多支针 吃那么多的不知什么 在肚子里面 那你里面那粒鸡蛋 我就很怀疑 还有我真是害怕 所以就开始了不吃 之后Grace提了一些书 内容是建议人尽量吃生 即是在素食的基础上 吃不经煮熟 或者不经超过47度以上烹调的水果 和蔬菜 目的是保留食物里面 对人体有益的养分和酵素 Grace决定跟随 自此尽量吃生 一日三餐都会加些新鲜食物的元素 绝对是感觉负担轻了很多 整个人是轻盈很多 因为生食已经有一个 预先的酵素在 帮你做了一层消化 变成我们平时需要用的能量 即是去消化的能量 是少了很多 那能量用来做什么呢 可能帮我用来重整 即是用来重整 或者再令它提升你自己的状态 除了自己吃素 Grace还去不同地方示范 在社交平台开专页分享食谱 出书、写专栏、推广素食 如何养生 下一节回来再看 我要那个粟米仔 给一份这个 我要蓝莓 这些八盒鲜,麻烦你 八盒鲜 Grace一家四口都是纯素食者 而且尽量吃生 他一个星期会去一两次街市 每次都大手入货 买很多不同种类的蔬菜和水果 我帮你买 那这一行吧 买完一轮,放上车 又再买过 你给我免费鲜,好吗 这份呢,阿姐,麻烦你 这份吧,我要三份 毛豆,要红菜头 我们吃很多的 我们有打果露 要很多水果 然后炸汁 每晚都炸汁 炸蔬菜汁 我们也吃很多 自己又有生吃 小朋友有时会夹生吃的元素 变成需要买很多 有时就买再吃很多衣服 所以平常会烤了 就是买到免费鲜 我不想吃 就饅了 可以去烤饭了 麻烦你 可以吃饅了 现在可以拿上菜 跟太太吃素 而兩個子女Tagan和Gran就更加早 八年前 當他們五歲和三歲的時候 就主動要求跟媽媽吃素 我覺得那些動物也不想死 牠們也有一個生命 牠們也有媽媽、爸爸 不想牠們suffer 所以我就吃素了 乖乖乖 兩個子女幾歲大就開始吃素 Grace說身邊的親友 最初都會有些意見 很多人覺得小朋友這麼小 就吃素好像很慘 你都沒吃過一些漂亮的東西 或者山珍海味 就已經要那麼寡吃東西 好像和尚仔一樣 很淒涼的感覺 但我覺得我的兒女 一點都不淒涼 即逢是媽媽 你都希望給他們最好的 尤其是在食方面 會令我更加想創作多些東西 去做更多不同的菜式給牠們吃 例如日式、泰式、西方的食物 我想牠們吃得跟牠們一樣精彩 不僅是更加多姿多彩 和美味和健康 因為素食 素食我要讓牠們吃到健康的身體 體拍出來 讓其他人… 你不要再說我慘 不要說我會很弱 其實我可以很健康 而且我亦可以很精彩 Grace很喜歡煮食 又喜歡自創菜式 朋友都稱讚她煮的素菜 好吃又有創意 每次吃完都要問她拿食譜學習 朋友問得多 她就索性把食譜和煮的方法 拍片放上社交平台和人分享 八年前,她開了一個專業 叫純素媽媽廚房 有四萬多個追隨者 好,就可以釀製了 這一天,她就教自創的 紅菜頭護絲釀豆撲 因為很多人都跟我說 我都很想試吃素 但我不懂得去煮 我覺得我的責任 尤其是現在我不知為何 可能是吃了純素 再加上吃很多生食的時候 整個人好像很清 連心靈都清了 突然好像很多小宇宙在爆發 創意無限 看到任何的食物 都可以將它變成一味很美味的素食 我們今天剛才說過 做彩虹米子卷 所以有不同顏色 有紅菜頭 然後有紅蘿蔔 然後會有一些Baisel,就是九層塔 除了在社交平台分享 Grace還不時會去不同地方示範 想展示新一代的素食 不僅外表吸引 味道不淨不寡 煮也不難 你將它們放在一起 然後在底下包上來 然後兩邊包上來 很漂亮,一條米子卷 很新鮮,對吧? 很新鮮,很新鮮 你也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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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吃 它真的懂得香味俱全 素食得來又健康 又不會很繁複 吃下去其實我覺得是簡單 而又滿足 很新鮮,主要是沒有經高溫煮 營養流失會少很多 教人煮素教得多 有報紙雜誌就邀請Grace 寫素食專欄和出書 偶爾她又會出席講座分享 Grace說一家四口吃了純素多年 加上定時運動 身體一直很健康 傷風感冒幾年才會有一次 就算有,也不需要看醫生 很快可以治癒 聽到有個朋友說得很好 他說食物就是你的藥物 廚房就是你的藥房 我聽到很認同,對 我過去以來 這件事似乎是我奉行的東西 吃了對的東西 你根本不需要藥物 你懂得利用你在廚房裡 應該去煮或煮甚麼食物的時候 你根本不需要去藥房 這是蘿蔔絲酥餅 Grace幾年前加入素食會 前年還當主席 為了鼓勵更多人吃素 他們會搞不同類型的活動 例如21日素食挑戰 又會分組去各區找素 找有質素的素菜館 這一天Grace就和幾個會員 去一間中式素菜館喝茶 他們的素齡都不同 不過就一致認為 以前在香港素食餐館選擇不多 不過現在就有很大改變 我以前要去找食物 就是要去一些吃肉的餐廳 可能叫一碟菜式 是要走肉 其實我就只吃那些像半菜一樣的東西 但現在就不是 多元化了很多 可以有西餐 又是素 又有中餐 可能有很多其他國家的素食 都可以在香港吃得到 Grace說 越來越多香港人接受食素 現在推廣素食比以前容易 現在素食是一個潮流 是一個新的趨勢 變成我們從中間那層入起 由媽媽 由現在讀書大學生 中學生 小學生 甚至乎 他們認識了素食之後 他們會知道這件事是健康 這件事是未來 我們從環保方面來說 他們會肯嘗試 他們會肯去做 這件事已經是一路推上去的話 不是一個困難 食素接近三十年 之後成為純素食者 近年更奉行食生 加上每天堅持做運動 經常保持樂觀、感恩的心態 Grace說她已經找到養生之道 就像現在的疫情下 大家都很擔心 希望快點有疫苗去幫助我們 但是當我現在的狀態 我覺得我吃素 其實身體很舒服 我沒想過我真的需要疫苗 去幫我打仗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打過疫苗 去幫我自己的身體打仗 這個對於自己的生命 對於自己的身體來說 就是長期處於一個很舒適的狀態 生命可能就會長一點 熱鬧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